85歲的芭芭拉住在賓州 就是她把孫安佐安排給 如今的寄宿家庭 本台獨家採訪到她 她特別提到孫安佐被父母溺愛 而且愛槍陳吃 甚至認為每個美國家庭都有槍 巴巴拉說自己從事交換學生的事業 有60年 經守過幾千名學生 自己也接待過 她認為孫安佐的哄媽西伯特 相當稱職 而且西伯特反對孫安佐涌槍 美國國土安全部三名專家 已經抵達上達比 介入調查 警方將孫安佐曾使用過的 幾部電腦 iPad及手機 交給了他們下載內部檔案分析 由於孫安佐來到美國 不久曾在網路上訂購 大量的子彈和槍支零件 還曾利用學校發放的iPad 搜尋槍支 購買設備 最少二十次 成為調查重點 還要釐清她背後是否有組織 有沒有共犯 或者是孤狼犯案 她的威脅直線當地 也還是計畫攻擊其他地區 而孫安佐的新律師凱樂將 和費城立位名律師柯提克 共同負責此案 他們發表書面聲明表示 孫安佐是和善早熟的學生 沒有反社會傾向 他無意恐嚇或犯下任何罪行 他的家人憂心媒體報導誇大 希望大眾對事實保持開放態度 律師出手為孫安佐發聲 就看調查人員找到什麼新證據 能解釋諸多疑點 記者綜合報導